今天给你带来连列饭第六道菜 金榜提名 认真看完之后呢 你要是学会做这道菜 不要怪我 猪脚太长 给它一开二 肉类的东西 为什么要冷水下锅呢 这样子煮 随着温度的上升 才能慢慢把些水煮出来 水温太高的话 把表面烫紧的 就达不到这种效果 水开一定要把浮沫烙掉 不然等一下冷水在冲洗的时候 这些油又会凝固 护在猪脚表面 叫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真心希望对你有帮助 至于小红星嘛 你们看着心情给就行了 煮好就捞起来清洗干净 锅中下半勺水 半勺油 一大勺的白砂糖 或者冰糖 我的主页有1000多道详细美食 如果你不知道吃啥做啥 点问头像旁边的家号 就可以收藏 学到就是你赚到 先开中火 把糖熬至融化 再转小火 慢慢熬至 现在冒大炮这种状态 可以做缓砂 记得朝同一个方向 慢慢搅拌 如果你来回搅拌 反杀效果特别明显 熬至深藻色 你得提前准备一盆开水 不要用冷水 加冷水很容易崩起来 也容易结成块 看到泡泡 布板整个表面 就一次性冲下去 千万不要慢慢倒 慢慢倒的话会崩起来 开大火煮三分钟 让糖水融化 下面准备乳水汁 一勺糖色 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半勺盐 不要以为这样会太咸 因为卤水汤汁必须要偏咸 卤的东西才会入味 才能够上色 一勺高度白酒 加上屏幕上方的这些香料 也就是卤料包 把猪脚放在高压锅里面 准备葱姜蒜 加上调好的卤水汤汁 加水淹没食材 开小火 用高压锅压50分钟 用小火 水分才不会蒸化的太快 慢火卤汁 才会入味 才会香 连夜饭必备的金磅提饼 搞定 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挺简单的 没错 只要用我的方法 每天跟我携做一道菜 你的厨艺肯定会打增 加油吧 再续